认照的考试其实包括了不动产经纪人 还有建筑师以及技师类 这些国家考试其实从这个6号开始 昨天就登场了 不过因为不景气 今年报考的人数高达三万四千人 而其中不动产经纪人就有八千人报考 这个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考生们用力作答绞尽脑汁 专心埋头写试卷 为了蒸饭碗 不管是在职上班族还是学生 统统要来听一听 大环境影响 所以能多几张就多几张 多一点机会 以后球职也比较好找工作 公布栏上报考考试座位表 编号长长一大串 今年竞争格外激烈 经济不景气 报着多一张证照 多一分竞争力 国家证照考试报名人数暴增 四大国考不动产经纪人 建筑师 土木等32类技师 与消防设备师四种项目 报考人数就接近三万四千人 平均录取率预计会有15% 你觉得考场竞争还蛮大的? 青年比较绝对吧 觉得青年的行人比较多 对 因为说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应该是吧 我现在是工程师 那你工程师了 那你这个工作这么好了 怎么还会想要再 就是因为我就是想说 增加自己条件 就是说可能说以后晋升 还是说别的管道 就是有一个 就是增加一张资历 景气不佳 单星辰的失业族 考生补习念书 为求职和转换跑道 做准备为自己加分 中文西文许志明 谢卡轩台北采访报道